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梦踏实的旅程 为让台湾与世界接轨 让世界看见台湾 最近美国华府地区乔委会文教中心主办了一系列线上文化讲座 第二场讲座由台湾导演洪马克登场分享 虽然本活动由华府地区主办 而且原本预定的对象只限为25岁以下的台裔美国人 却因为洪马克导演长期在北美举办台湾影展 吸引了历年来在北美认识的台湾相亲上线听讲 日前在印尼因人道救助而牺牲的台裔美国飞行员 Joyce的父母也上线参与 意外串起温哥华 洛杉矶 华盛顿特区与台湾的朋友齐聚一堂 洪马克导演的讲座过程风趣幽默 现场的气氛温馨 民众的反应热烈 后续还有人留下来持续与洪马克导演互动 让人不禁对接下来的酒场讲座充满期待 记者邹志忠报导 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影展在跟我要片 就他们在办影展的时候就跟我说 我明年要办喔 那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些台湾的作品给我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要怎么让有很多的作品 可以跟着我一起在海外曝光 那而且别的影展想要跟我要作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有更多机会给台湾导演 后来我就觉得干脆我就来办影展 所以我就在2016年 我是成立一个富人菩萨国际电影节 蛮感动的 第一届办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参与 其实这个影展做到最后 其实蛮多人都在响应 我在想说我可以做一些什么 让更多人知道台湾 所以我就决定说 好那如果我有得奖 我就出国领奖 然后只要我有机会站上舞台 然后拿着麦克风 我就要举这个旗子 我就要举这个旗子 然后就跟全世界说 所以我的名字是Mark 我来自台湾 我来自台湾 笨蛋 蛤? 你刚才看起来太想买那些衣服了啦 唉呦 我就真的很想买那些衣服 那我要怎么杀架啊 很明显 宋先生 我们都知道 您太太的血型 是罕见的屁形血 怎麼不说话了 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终于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了 我终于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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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